金华城的关键变迁也曝光 周刊恩再报出来 柯文哲早就知情 还写变迁给彭正生 意愿苗不雅更炮轰柯文哲 是在图了一个无能之间 选择了无能 最新连线记者周佩玉 好 主播观众 持续带您来关心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的最新状况 柯文哲现在是卷入了金华城的弊案 不过他频频说自己不知道 这个金华城840%的容积率 但是今天呢 最新的状况是周刊又报道说 其实早在2020年的时候 在金华城的公文上 柯文哲就写了一份变迁给彭正生 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是写说原则上公务人员不坐牢 但是这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坐牢的这两个字呢 是不是代表说柯文哲早就知道 这件事情可能会涉及违法 现在呢 议员苗博亚有最新说法 我们先带您来听 现在还装不知道 我觉得他是在土力跟无能之间选择无能 因为无能在法律上是无罪 不过不只是我质询 我认为在所有都委会的会议记录跟公文里面 其实都已经讲过说 这案子有司法性的疑义 所以柯文哲要一推二五六说他都不知道 那唯一的一个可能就是 他是闭着眼睛盖公文的 您可以听到苗博亚的说法 就是说柯文哲是在土力和无能之间选择了无能 因为这相对来说在法律上比较不需要负责任 不过呢 针对这个陈志涵呛苗博亚 说根本就没有算出这个840%的容积率 苗博亚也回呛陈志涵 如果试制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法院的新网稿 自己针对的呢 一直都是这个20%的容积奖励 以上现场最新把时间交换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